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DVD上的开关电源 今天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的一个电源芯片 这个电源芯片还是很常用的 在很多液晶电视上也有使用 但是这个电源芯片它没有资料 连一个引脚功能和简单的电路图都没有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电源芯片的引脚功能 以及各引脚的电压 它的型号是SC6700 首先我们把它放大以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各引脚功能 看完以后我们再开始测量各引脚的电压 它的一角是接D 这个D是功率管的原级 并不是我们大电容的副级 它的二角是供电 启动电压也是这个引脚供给的 它的启动电压是来自于300伏滤波电容上的大电阻 通过导线 通过一个二级管 给二角提供一个启动电压 当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 从开关密压器 次级反馈回来的一个电压 通过二级管整流之后 再次给我们这个芯片供电 注意这个位置有一个纹压管 是一个线性吻压的 主要为了给芯片提供一个稳定的供电电压 三角就是芯片的吻压引脚 它是通过这个三级管来控制的 三级管受前边的光偶控制 这个三角的电压越高 输出占控比越窄 三角的电压越低 输出的占控比越宽 四角是一个6.7伏的基准电压输出端 五角是电流取样端 它是通过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电阻 然后取自于我们大电容的负极 刚才我们说过了 它的D是接功率管的原级 因为功率管的原级 与300伏滤波电容的负极之间 有电流取样电阻 所以这个电压取自于大电容的负极 六角在这个板上 它是一个空角 七角外接电容和电阻 这端也通过一个电阻 接到我们大电容的负极 也可能是二次电流检测 也可能是震荡引脚 八角就是驱动输出了 通过导线 然后通过这两个电阻 给场管提供一个驱动电压 这两个电阻 好知道了芯片各引脚的功能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测量 这个芯片各引脚的电压 我们知道在维修过程中呢 如果知道它正常工作时 各引脚的电压就会对维修 起到很大作用 下面我们测量一下 它的一角是接地端 是0伏 二角是供电端 我们看一下它的供电电压 11.5伏 在启动的时候 电压会略微偏高 它的三角是稳压端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0.01 非常低的一个电压 四角是6.7伏 精准电压 我们看 6.7伏 五角是电流取样端 在这里边我们测量它 非常的低 如果用小挡位呢 可以测到一个 0.01伏的电压 它的六角 虽然是空角 但是呢 它也是有电压的 我们看是0.5伏电压 它的七角 我们刚才说了 有可能是震荡引脚 也可能是电流 二次取样的引脚 这个引脚呢 同样是0伏 它的八角是输出引脚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它的电压是一闪就没了 0.01 如果用交流档 我们看看能不能测出来 交流档是有2.98伏的电压的 也是在挑遍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